第二十一章 告别吧 战友 银眼像个麻袋一样被往后拖 因为我们手腕被绑在一起 我也顺带回去了一点 我顿时就慌了 连连拍着石门说 快大家伙用力拖 兄弟坚持住 赶尸相疯了一把 有着抓银眼的胳膊 有着抓他的双脚 尖锐的指甲扣进他的肉里 血液一股股地冒了出来 银眼咬着牙 用几乎我哀求的眼神望着我 我抓着他的双手 死都不肯放弃 可我们这么多人 却依旧抵不过干尸 我和银眼被一点一点 拖进干尸堆中 银眼突然朝我笑了笑 长安 放开吧 主动松开了手 然后去解衣服 我惊讶地说 你疯了吗 有这个力气 还不如快点啪 快点 说完 我立刻攥进他的手腕 双脚用力往后蹬着 银眼红着眼睛 身上鲜血已经淋离开来 快放开 别胡说 我吼了回去 但已经带着哭言了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众人都礼节了 我正一点点被拖入室门 银眼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能认识你很高兴 是个当兄弟的人 随后拖着拿来的力气 整个上半身攻击 张嘴就咬在衬衫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 衬衫已经松开了 密密麻麻的干尸 一拥而上 将银眼拖了下去 不过几秒钟时间 他便被撕成碎片了 脑袋咕噜噜滚到一边 随即被其他干尸捞在手里 张嘴就咬开 白色的脑浆喷了一滴 那些干尸 想闻到什么美味一般 爬在地上疯狂地点着 不 不 我打叫了一声 挣扎着要进去拼运 可陈连长他们死死抱着我的腰 将我直接拖了出来 随后师门砰的一声 便可关上了 我待在那里 几乎不知道做何反应 只感觉胸口闷得发黄 刚刚那一幕 乘慢速一遍一遍地 在脑海中回放着 我突然干呕了一声 爬在地上疯狂地吐了起来 直到吐得只剩下黄胆 才慢慢地止住了 阴眼的 陈连长红了眼眶 有些问不出口 其实 在我看来 他们是信任的 至少他们没有看到 阴眼是如何被一点点扯碎的 再一点点被干尸 塞入腹中 我摆了摆手 实在不想将刚刚的画面 再说一遍 只是强达起精神 嘱咐众人 赶紧走 老烟也赞同地点点头说 这道门挡不了多久 先走吧 拽起尹江 当先离去 刚走没两步 石门后边 传出砰砰的声音 陈连长脸色一息 会不会是阴眼 走吧 他死了 我拖着疲软的身体 跟在老烟的后面 巨大的撞击声 再次从石门后面传来 我恼火的吼了一句 感叹 老烟 给我个手榴弹 老子炸了这群吃人的畜生 老烟一巴掌 抬走我脑袋上 你不要命了 外面可都是石头堆的 你这手榴弹甩下去 所有人都得被火埋 我红着眼睛 没有说话 我也知道 自己这想法不现实 可方才那一幕 对我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了 老烟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 先出去 等出去 我们再炸了它 跟在后面的陈连长 嗓音一色 快走 那些干事要出来了 我回头去看 只见石门被砸得光光响 灰尘速速往下落 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 老烟脸色猛然的变了 提着尹江 速度瞬间快了起来 我们也不敢耽搁 跟在后面就跑 门哪 跑到之前有变化的地方 我们才惊觉 之前的门不见了 如今只能等着干事来 瓮装别 我扭头看向老烟 这下可不是说我冲动 一会干事涌进来 那必须得扔手榴弹 不然我们都是死路一跳 老烟喘着气说 我们还有枪 我冷笑连连 枪有屁用 你们是没看到 鹰眼它怎么死的 它是被干事分尸了 分尸了 你们知道吗 我实在没忍住 吼了出来 眼眶不由红了 其他人也梦了 脸色惨白惨白的 老烟黑着脸 最后还是拒绝了 不管他怎么死的 现在是活人的命重要 你别忘了 我之前说的话 这地方 有的可不仅仅是干事 我脸色猛的变了 老烟说过 这里面可能还有一只 千年粽子 那引我们去干事洞的 是不是就是那只粽子 我嘴角一颤 看着老烟手里的引枪 若是猜得不错的话 这引枪应当也是 那只粽子的玩物 陈连长算是找到话头了 一开始我就说出去 你们飞去的那玩意 引我们去 有什么好事 一个鬼东西 能有什么好事 现在阴也没了 你们高兴了吧 我和老烟都沉默了 虽然当时以我们的判断 如果不跟着脚步声走的话 根本就出不去 可现在我们跟了过去 又牺牲了一位战友 这门还是没有出现 这不由得让我们怀疑 自己的判断错了 老烟摸出香烟说 陈连长 先想想办法吧 狠命抽了几口之后 才收了口气说 等出去了 你再骂 陈连长黑着脸 没有再硬化 而是将子弹刷刷的上了膛 戒备的看着通道入口 赶是凌乱的脚步声 慢慢地接近 老烟让毒蛇和陈连长 战术防御 最后拉着我一起 找出去的门 长安 这附近一定有机关 找出来就成 老烟拍了拍之前 应该是门的位置 我脸色变了 你之前 可不是这么说的 说你太年轻 还不服气 当时 若我们不跟着脚步声走 你觉得能有几成把握对付的 那可是一只大粽子 老烟叹了口气 说着 他不是故意要带着众人冒险的 只是根据他的经验 那脚步声的主人 比未知的东西 更加惹不起罢了 我知道他说的前真万确 四姑娘给我的那本 新冠药爵有七杀 破军 瘫狼 三卷 其中七杀卷中提到 一般的粽子 其实没有意识的 他们只会被动攻击 不去招惹就没事 但有些粽子 却有自己的意识 他们会主动地攻击闯入者 而像我们遇到的情况 八成是粽子有恃托付给我们 若是不按照他的指示错 使不定在门刚一合上的时候 我们便全军覆没了 老烟见我沉思 直接推了我一把 让我快找机关 别耽误事 我呕了一声 埋头在附近悄悄打打起来 墓穴中埋机关 是最常见的现象 一般门边的机关 都是用五行八卦 我顺着这个思路找了一圈 却没有任何发现 而这时候 第一只干尸 已经出现在通道口了 毒蛇抬手 便打爆他的脑袋 最后快速放枪 一连放倒好几只 才开口说 这样下去 迟早是个死 老烟突然开口说 长安 你去替毒蛇 我不解的看向他 这里也就我和他懂横 我去替毒蛇 他一个人能行吗 老烟则摆了摆手 叫我不必多问 我剃下毒蛇 后者也有些萌 站在一边 也帮不了老烟的忙 仍旧端着枪扫干尸 老烟也没有说什么 一个人不断用手指 在寻觅着机关 不舍往我这边瞟上一眼 似乎在观察着什么 我被他看得有些甚得慌 可也没多想 迅速压着五六式冲锋枪 不让干尸出通道 过了一两分钟 老烟还是没有找到门 而我们的子弹已经不多了 我有些慌 扭头正准备喊 就发现 老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到我的背后了 我有些奇怪 开口想问什么 可他却突然 狠拉的推了我一把 我压根没料到他会这一手啊 一个没站稳 往前一扑 就栽倒在一群干尸面前 我也没空骂老烟 端起墙 就准备扫巷靠近我的干尸 可是 一抬头就发现 并没有干尸靠近我 他们反而都避开了我 果然如此 老烟阴险地笑了笑 你小子就堵通道口 其余人过来 就是砸 又给我砸出一个冲口来 陈连长他们看干尸 确实没有攻击我 便也放心地 醉老烟去了 我张开双臂 拦在通道口 看着张牙舞爪 却不敢冲上来的干尸 心下疑惑顿上了 只这么近的距离 对着干尸 我心中也是很慌 不适地回头问他们 有没有搞好 再等等 老烟皱着眉头 你转过身 啊 我有些反应不过来 转身对着干尸 心中岂不是更是没提吗 可看老烟坚决的态度 我只好照他说的做了 缓缓转过身 还是不是瞟一眼干尸 生怕在我转身一刹那 他们就冲上来 等我完全转过身 听到齐刷刷的脚步声 吓得我一个哆嗦 结果我扭吐一看 却发现 干尸竟然惊恐地后退了一步 能看得出来 他们似乎在忌惮什么 但又不甘心就这么逃走 所以只堵在那里 盯着我 第二十二章 九龙阵群尸 这 我有些迷惑 不过随即想到了一种可能 如果说 非要跟在场的众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只有我背上的 九龙纹身了 刚刚一直处在机洞中 我没有注意 如今冷静下来 却感觉后背痒痒的 扭头看去 竟隐隐就看到 那九条龙 似乎活了一样 在游动着 想通这一点 我更好奇 这九龙纹身 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能让干尸 退避 最后我看了老燕一眼 他认识这闻身 那么 他是不是和四姑娘 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想明白 一阵脚步声 从通道里传来 我心中一领 那个大粽子来了吗 我低声叫了一句 老燕 老燕点了点头 事宜他也听到了 最后做了一个 让我不要动的手势 只见他从包里 拿出一个 毛茸茸的神秘东西 那居然是一只 黑驴蹄子 紧接着 他摸到通道边躲着 对我做出一个手势 我额头 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他竟然让我 以身作耳 这可是千年的大粽子 这么近的距离 一瞬间 便能取走我的性命 老燕这不是 在开国际玩笑吧 我拼命地向老燕 试颜色 可他却不看我 只侧着耳朵 用心地聆听着脚步声 小步声更紧了 随迟而来的是 那些干尸凌乱的跑动声 我心中默念着 这些干尸可别冲上来 可就是不敢 回头看一眼 老燕对着我做口心 出来了没有 我暴躁地瞪了他一眼 我哪里知道啊 陈连长 突然兴奋地大吼了一句 他们退走了 老燕也奇怪地嘀咕着说 那脚步声 好像也消失不见了 我依旧不敢扭头 还是陈连长哈哈笑着 上前拍着我肩膀 我这才确定 危险真的解除了 那大粽子竟然是来 救咱们的吗 我疑惑地看向老燕 他也觉得奇怪 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 才说 或许我们并没有猜错 他因我们进去 确实有目的 只是目的是什么 我暂时想不到 行了 不跟粽子对着看 总归是好的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喘着气臭 老燕 下次做啥事之前 能不能先打个商量啊 每次都这样 莫名其妙地一推 吓也要被他吓死呀 老燕板着脸说 要是提前跟我说 就没这效果了 我翻了个白眼 不过他说的也没错 他要是事先告诉我 这九龙纹身 能震慑群尸 或是不信的 只是 我突然蹦起来 一把揪住老燕的衣领 说 你怎么不早说 要是我知道 干事怕我 我就直接扑过去 阴眼的 他也不用死了 老燕叹了口气说 他也只是刚刚想到 并且还不太确定 在通道口干事 还是因为他有把握 就算是出了纰漏 也能第一时间救我 毕竟这通道口更窄 干事不可能将我拖出去 我听了他的解释 心中还是难以释然 明明英眼 可以不用死的 我一拳头追在地上 悔恨不已 恨自己当时 胆子不怎么大一点 恨自己 怎么没有早点想明白啊 明明我还在石门内的时候 干事拖着阴眼的力道 并没有那么大 一切都是我在石门之后 出了变故的 陈连长伸手 将我从地上拽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 长安 你做的已经够好了 这不是你的错 我闷闷地嗡了一声 就在这时候 一道亮光照了起来 我抬头看去 只见消失许久的门 缓缓打开了 外面已经是中午 毒辣的阳光 晒得整个地面都滚烫的 门开了 毒蛇难得激动地叫了一句 陈连长拍了拍我说 出去吧 这鬼地方 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呢 我吐了口气 吹着脑袋跟在后边 一不小心提到一样东西 差点没摔倒 抬眼一看 却是被我一棍给砸老师的尹江 指尖黑乎乎的 又有干尸在堵着 一时间倒是忽略他了 如今太阳照进来 他一身黑 根本就引不住 我提了提尹江 说 他怎么办 这玩意儿不大好处理 除非将他烧成灰 才能解决 这倒是不难办 主要是不忍心处理 毕竟他生前 也不过是可怜人 其他人还没回话 一道哒哒的脚步声 又从身后通道里传了过来 我扭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引在黑暗里 似乎在盯着我 老燕一把拽着我说 那粽子应该是想要尹江 我们还是别管了 我本来也没想 对尹江怎么样 现在又被一只 千年大粽子盯着 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了 走吧 我叹了口气 随着众人出了门 我们刚一出来 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老燕扭头看了我一眼 说 还要不要炸了这里 我摇了摇头 我们能出来 是那只粽子放了水 现在我们炸了这里 难保他不会冲出来 跟我们拼命啊 先穿上衣服吧 老燕指了指我的背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光着膀子 刚刚在牧室里光线黑暗 其他人可能也没注意到 如今在太阳底下站着 他们发现了难免要询问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 从背包里逃出一件衬衫套上 老燕突然坐到我面前 低声地问道 女人是四姑娘 我心里一惊 最后便含糊过去 我可不知道 她和四姑娘是什么关系 要是仇人 那我不就撞在枪口上了吗 放心吧 我和四姑娘是朋友 你背上的纹身 是她纹的吧 除了她放眼天下 也没有谁有这个本事了 老燕笑了笑 我看瞒不住就点了点头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到时她颇有兴趣地说 等出了这鬼沙漠 给我介绍一个去处 保管比当运输兵有前途 我不可制讽地含糊过去 她也没在意 只说我到时候 一定会感兴趣 老燕 你还有话没说吧 陈连长突然 突出一口气来 我们这一趟出来 到底是做什么的 老燕回得飞快 营救于成泽教授 去你妈的 陈连长突然掏出 五六十冲锋枪 抵住老燕的脑袋 你真当我傻 这遇到干尸 你都有东西对付 什么蛀杀金盐 还有那黑驴蹄子 我是不会用 但是也见过 你带着这么多 盗墓的玩意 就和我说 是为营救一个 失联的教授吗 老燕没话说 陈连长直接爆炸了 你倒是看看 七个人出来 现在已经交代了 三个 我们是要去 烟草地府救人吗 老燕面不改色地说 陈连长 你可说过 墙口是不会 对着战友的 陈连长冷哼了一声 战友 你这种把我们 往死路上带的 算什么战友 你说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 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然后带着我 最后两个兵 撤出罗布泊 毒蛇 站在陈连长身后 端着墙 显然和他是一个意思 我也默默地站在 老燕的队里面 老燕看了我们一眼 最终无奈地说出了一个 天大的秘密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长夜古国 第二十三章 罗布泊之谜 长夜古国 这个名词 大家还是第一次听到 不禁摇了摇头 我去开口问他 是不是之前提到的 那个新语古国 对 我之所以知道 这座墓的来历 正是因为 它上面的文字 是长夜古国的文字 老燕叹了口气说 他不是有意要瞒着我们 而是长夜古国的存在 实在是牵扯太大 本来这次 他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的话 我们最好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毕竟有时候 知道的越多 命就越短 他这话说得很真诚 陈连长叹了口气 将枪放下 说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啥好瞒的了 老燕 你就全部说出来吧 就算是死 咱们也得做个明白过言 老燕也没有拒绝 只让我们换个地方说 我们回头看了一眼 深厚的墓地 也觉得这里不是说话的场合 于是跟着老燕走了一段距离 在一处被风坡 扎了帐篷 依老燕的意思是 这事情一时半会儿也扯不清楚 再加上我们一群人刚死里逃生 索性先恢复一下体力 现在说吧 等一切准备就绪 陈连长盯着老燕 看他动作 若是老燕敢反悔 立马就会射出一颗子弹 老燕苦笑地摇里摇头 让陈连长不用这么戒备 他竟然已经说出 长野古国这四个字 就没有瞒下去的意思了 因为这一趟也超出了他的语气 就是陈连长不问 他也会找个机会说出来的 陈连长明显不信他 叫他不要废话 要说赶紧说 一切还要从五年前说起 老燕招呼众人坐下 悠悠地吸了口烟 陈连长 你应该知道 五年前空军 曾把罗布泊的身处 当成誓言航弹的拔场吧 陈连长点了点头 他是八音锅楞这边的老兵了 听过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 就连毒蛇 也没有露出什么惊讶的表情 在场唯一不清楚状况的 怕就是我了 好在老燕讲述的重点 并不在这试验上 而是这试验所炸出的东西 我说不清楚 他讲到东西时候 那种复杂的眼神 有些恐怖 但是也有些向往 只见他一手夹着烟 也不吸 都快烧到手指了 也没有感觉 用一种玄乎的语气 慢慢地说 那颗航弹 落在罗伯伯的身处 炸出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大坑 参与试验的后勤人员 都异常好奇 他们围在大坑周围 洞里黑乎乎的 啥也看不到 只看到一些纵横交错的 青铜链子 有好奇者直接往上拉 拉拉足足五十多米 也不见链子到头 更有人往里面扔了一块大石头 等了好几分钟 也没听到回响 不过他们还是看到了一些东西 在他们开着手电筒 往洞里面照射 发现洞两边的墙壁上 似乎都是壁画 还有被炸出来的一些残破碎片 似乎是陶瓷碎片 空军虽不懂里面的道道 但是也知道 这地方不简单 便赶紧上报给国家 上报的时候 还带了一些炸出来的碎片 碎片第一时间 被送到文物局 文物局的专家一看 发现不得了啊 说这地方 可能是新玉古国的遗址 可研究了一段时间 却确定不了 究竟是哪个古国 老烟收到这里 深深吐出一口气 那个专家也是个人物啊 兴冲冲地找了领导说 他怀疑这压根不属于 任何已经发现的新玉古国 而是新玉36国之外的 第37国 就这样 国家组织了中日考察队 前往罗布泊深处考察 中日考察队 我对这话表示怀疑 无论是否是遗迹 这也算是国家机密了 怎么会有国外的势力加入 老烟解释的颇有些无奈 说当时国内各方面条件都不行 很多设备根本就拿不出手 让国外势力加入 也不过是为更好的考察罢了 就算是如今很多时候 还要借助国外的帮助 只不过腰杆子硬了一些 可以只要设备 不要人了 我们听了一阵唏嘘 但也知道他所言不佳 陈连长点了点地面 若有所思地问 然后呢 然后 老烟将烧掉手指的烟给掐灭 重心点了一个 洗了好几口之后 才缓缓地说 然后就出了大事 终日考察队兴致勃勃地去了罗布泊 等他们到了地方 进行一番勘探之后 兴奋地发来电报 说是这地方确实是了不得的古迹 这段电报 因为信号问题听得不大清楚 只隐约听到长野古国一记等子 然后 便是一阵惨叫 也就是他在进罗布泊之前 给我们听的那段录音了 五年前 我们都惊讶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罗布泊扎营的时候 奶蛙还说 那磁带看起来旧得很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当一回事 没想到 竟然真被他说中了 陈连长黑着脸质问老爷 难不成我们要找的于教授 是五年前失踪的人吗 你性子还是这么急 慢慢地听我说 老爷看了陈连长一眼 之后说出了一段 让我们震惊的话 在发出电报之后 那个考察队整个就失联了 国家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联系上 重新派来人去 结果那坑竟然不见了 只从几处痕迹判断出 那地方确实是出现过遗迹的 国家进行大范围搜索 眼见希望是越来越渺茫 便也放弃了 但谁知道 几个月之后 考察队中的带队 一个叫于成泽的教授 竟然只身从罗布泊逃了出来 震惊了世界 可惜的是 他的精神已经不大正常 从他嘴里也问不出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于成泽被安排在精神病院 派了两人照顾 当然也要看守他的意思 在精神病院里 于成泽成天抱着一堆 他从罗布泊带回来的资料 念叨着长野古国 这具体古国是什么 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却闭口不言 或者说他真的是不记得了 在精神病院 待了差不多三年 国家看他精神好了许多 并给他单独安排了住处 两个看守他的人也没有车 只是也不像之前盯得那么紧了 老烟 老烟吐出一口烟圈 可就在三个月前 于成泽 逃了 我们惊讶地问道 逃了 第二十四章 诡异地 微笑 老烟点了点头 最后又摇了摇头 说 也不算是逃 他只是走了 然后一路 往罗布泊而来 我们三个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问老烟 所以 我们是来抓于成泽 而不是救他 老烟叹了口气说 不是 一开始 他们只是想跟踪于成泽 但随着时间推移 跟踪 却变成了营救 全连长问道 什么意思 老烟说 这五年来 他们守着于成泽 总觉得对方隐瞒了什么 等对方终于 往罗布泊来的时候 他们终于意识到 西游回来了 本来 他们能在半道上 将于成泽带回去的 但为了对方身上的秘密 这才一路跟到了罗布泊 但是 禁了罗布泊之后 于成泽 突然不见了踪影 跟着他的几个人 立马将事情上报了 老烟从手下的叙述中 意识到 定有蹊跷 于是 先后派出两队人马来找 只是 这两队人马 先后消失 他只能亲自上阵 消失了 我周周梅都说 怎么消失的 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老烟摇里摇头说 没有 消失得非常蹊跷 都是在进了 罗布泊的深处之后 就失去了联系 他这一路上 也在留意 自己这两队人马 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可惜的是 一无所获 我思索了片刻 缓缓地说 怎么可能呢 虽然在沙漠中失踪 很多时候 确实没有痕迹可寻 可是看老烟就知道 他派出的两队人马 也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 没道理 在遇险的时候 什么都没留下 除非 他们在遇险的一瞬间 便已经全军覆没 就像是 那段诡异的录音一般 那么短的时间 任谁都没办法 做出反应的 老烟没有回话 脸色也不大好看 我吞了吞口水 问他 那些人是不是 遇到了什么怪物 说不好 我们进罗布泊以来 无论是红尾蝎 还是沙虫 都方不胜方 老烟掐灭了烟 而且毒舍所说的 一件事情 让我很在意 毒舍愣住 他的话向来很少 压根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 让老烟在意的事情 老烟问他 还记不记得 自己说过 红尾蝎 几乎不会 清朝出动的事 毒舍点了点头 随即诧异地说 所以 真的有人在操控 老烟吐了口气 我怀疑是 于成泽 我们三个都不相信 于成泽 不是消失了吗 老烟笑得诡异 那我们知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亲自上阵 按他的年岁来说 在部门里 除非遇到特别棘手 或者特别有价值的事情 否则 他几乎是不会出手的 我摇了摇头说 难道不是因为 前面两队人马的消失吗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老烟点了点头 最后从包里 掏出一样东西 说 你们看吧 这才是我亲自上阵的 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主要原因 我接过他 递过来的东西 发现是一张 老旧的黑白照片 上面大概有 十五个人的样子 看长相并不全是中国人 我立刻反应过来 难道这就是 五年前 中日联合考察队的合影吗 老烟点了点头 我却琢磨着 这照片的背景 实在是太诡异了 这背景是一座 灰红大气的大殿 但因为曝光问题 看得不是很清楚 可总觉得 不像是现实中的东西 老烟淡淡地说 这是他们在 长叶古国里拍的 我却震惊了 听着老烟说起 长叶古国 我一直觉得 这地方神神秘秘的 没想到 现在竟然直接看到了 虽然和没看到 也没什么区别 老烟解释说 这应该是考察队 有什么名垂青史的 大发现 拍下来做纪念的 只是背景 实在过于模糊 即便找了专业的人 做了处理 依旧看不出什么 我点了点头 最后说 这不是一张 很正常的照片吗 老烟指着 照片中间的一个人 说 你看这个人 我一眼扫过去 便发现 这人确实诡异的紧 他长得非常慈祥 看起来一派儒雅 穿着一身白色 的确凉衬衫 站在考察队中央 明显是带队 乍看过去 他在人群中 并不违和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觉 他笑得非常诡异 他虽然在笑 但是脸上的表情 非常僵硬 只有嘴角 向两边扯开 如同提线木偶一般 硬生生地 被人扯出了一个笑容 我摸了摸胳膊 将照片还给老烟 这笑容看久了 让人身上 直起鸡皮疙瘩 全连掌和毒蛇 也是一脸的不适 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说什么 老烟吐了口气 说 这就是 于成泽 我们都震惊了 不过玄机又觉得 理所当然 这十几个人中 最像教授的 也只有他了 这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吧 陈连掌顿了顿说 不就是个笑容吗 指不定 他就是不爱笑的 老烟摇了摇头说 他关注于成泽 也有几年了 这次对方消失之后 特意找了于成泽 以前的亲朋好友 做了调查 大家都说 于成泽不大对劲 我皱了皱眉 说 怎么可不对劲法呀 老烟看了我一眼 缓缓地说 他的喜好 差不多都变了 一个人纵使发疯 一些喜好 也是很难变的 而且经过部门 这三个月的调查 发现 他也许是在装讽 我被老烟一连串的话 讲得有些发懵 老烟看我们这样 也知道我们在疑惑什么 他叹了口气 说 我也不知道 他为何会装疯 只是这一切 和长野古国 脱离不了关系 而且他的目的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万一出了问题 不知道会连累多少人 所以这次 一定要找到于成泽 将他带回去 无论用什么方法 要将他嘴里的秘密 给撬出来 那你为什么找上我们 陈连长不满地说 这种事情 应该你们部门的人 更加擅长吧 老烟无奈地苦笑 我已经损失了两队人吗 一时半会儿 实在是凑不出人来 你们部队离罗布泊最近 我也只能从你们这里 招人了 显然 若不是没有办法 他也不愿意 用我们这群 完全没有经验的士兵 所以 你们在怀疑于成泽 是吗 我想了想 老烟一路上 并没有担心过 于成泽的生死 而且他怀疑 对方操控了红尾蝎 老烟点了点头 说 他确实 太知道怀疑了 我却不以为然 说 即使是这样 于成泽也不见得能操控红尾蝎吧 他可是从长野古国出来的 老烟古怪地笑了笑 十几个人 凭什么他能出来 而且是在派了几波走就队 去寻找他们都没有发现的时候 他简直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 我被他说得毛骨悚然 试探地问他 是不是觉得于成泽不是人 老烟悠悠地说 这就是古怪的地方啊 若他不是人 我们部门早该发现了 所以 只有找到他 才能解开最后的谜团 听他说完 我们三个都沉默了 虽然老烟在一些关键地方 仍旧语言不详 可是谁都能听出 这什么长野古国的凶险 陈连长突然站了起来 黑着脸 招呼我和毒舍收拾东西 老烟的脸也黑了下来 陈连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连长冷笑着说 你看就是送死的活 我不做 老烟扫了他也 你可是军人 是 老子是军人 如果是商战场 你让老子绑着炸药 去炸坦克都行 这他娘的算什么呀 已经死了三个 三个 老烟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是在这行混惯了的 当初你找到我的时候 我就问过凶险长突 你是怎么给我保证的 写一书的时候 我还觉得 你是夺上一道保险 现在我才知道 你早就清楚 我们这几个兵蛋子 压根就冲不去 陈连长火了 提着老烟的衣领 厚得脸红脖子粗的 老烟沉默了 随后淡淡地说 那你觉着 我能不能保证自己出去 老子管你能不能出去 我一行就吃一行的饭 你出不去 那也是你的职责 可我们这群算什么 你自己看看 那个奶娃才几岁 阴眼和矮顿混了多久 才混出一点名堂 就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吗 陈连长依旧吼着 我和毒舍听了 也默然不语 陈连长发火也正常 我跟了他三年 知道他对手底下的兵 有多么重视 但凡有危险一点的任务 他也必然会亲自上阵 就怕出什么事情 毕竟他带的兵年纪都不大 像毒舍鹰眼这种 已经算是大龄的了 用陈连长的话来说 就是这群兵 脱了军装就是一孩子 他看不得孩子们去送死 老烟扶开陈连长的手 最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 长野古国里 可是有国家要的东西 第二十五章 国家使命 陈连长瞪着他说 什么东西到底还有多少瞒着我们 你刚刚可是亲口说的 只要找到于成泽 怎么就在油车上 这么鬼谷谷了 老烟吐了口气 说 我没骗你 这次确实是要找于成泽 这是主要任务 但若是能进长夜古国 必然要将那东西带出来 只是 我目前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陈连长依旧沉默着 老烟扫了我们一眼 说 你们当初进部队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绝对的服从 绝对的忠诚 所谓的服从和忠诚 可不只是说说 不要说什么去战场上杀敌 你们眉头都不皱 那是看得到的宵夜 如今我们也身处战场 这处战场异常凶险 所以国家需要你们 怎么 你们还想着选战场 他这几句话 说得我们都沉默了 其实我们知道 他说得不错 只是心里过不去那刀砍 战场上再怎么凶险 也能看得见 在这里 说不准你上一秒 还在笑呵呵的 下一秒 就不明不白的 没了 陈连长 我明白你的心思 可你也替我想想 老烟叹了口气 你觉得 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没了 心里就好受 我不过是这些年看多了 没你们这么激动罢了 他这一句话 顿时让陈连长的手松了下来 半晌之后 才慢慢地说 老烟 我们可以继继续走下去 我和我这些兵也不是怕死的送蛋 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瞎下来 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瞎着我们 你说艾敦他们没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不值得 他们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老烟 沙尘暴逼过来的 如今在哪儿也搞不清楚 只是我有些怀疑 他所谓的确定方向 其实是和上级联系 否则不必刻意地避开我们 陈连长回帐篷之前 特意找了我一趟 看起来忧心忡忡的 我问了一句 陈叔叔 怎么了 陈连长低声说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也会点 老烟那方面的东西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也没有瞒着他 看过不少这方面的书 说实话 在遇到四姑娘之前 我会的也只是皮毛罢了 最多也就和父亲一样 靠盗墓为生 但有了新官药爵之后 我才发现 盗墓这一行实在是深得很的 包含三十六种禁忌 七十二门学问 如今的我要是再去那座西州古墓 至少不会犯下大错 只是这些我没有和陈连长细说 到底他是局外人 说的太多 也只能徒增他的忧愁 陈连长脸色也不是很好 嘱咐我以后 少录这方面的本事 最好是能不漏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 他朝老烟离开的方向 抬了抬下巴 我之前和你提过 不要和他走得太近吧 我顿时来了兴趣 你还提到了他那什么部门 陈连长沉默了一会儿 再告诉我 老烟那个部门 其实就是和神秘时间挂钩的 什么古墓一记 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而且他们经常会物色新人 陈连长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说 这部门具体要做什么 你记他们怎么做 我不清楚 只是这个部门的死亡率很高 很多新人进去 没待多久 就没了 我知道他只是怕我被老烟看上 可是他不知道 老烟已经找上我了 先前我不知道 可如今听陈连长这么一说 我大概知道 老烟说的好去处是什么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没有太过担忧 反倒是有些期待 陈连长一巴掌 拍在我肩膀上 听到了没有 我忙点了点头 陈连长说 您放心 我有分寸的 车还差不多 陈连长呼了口气 看一眼老烟从远处走来 才指出了话头 嘱咐我接下来要小心一些 这越往后便越凶险 老烟回来之后 脸色不搭好 一头就扎进了帐篷 随后我便闻到浓浓的烟草味道 心中不由好奇 他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大家各自在帐篷里待了一下午 我现在没事就将新冠药局拿出来研究 这几年我虽然也看 但毕竟想着和自己关系不大 看的时候就当是故事一般 到现在就连七杀卷都还没琢磨透 可经过这段时间 我才发现这里面可都是宝啊 指不定接下来我还得靠他活命 晚上的时候大家聚在一块 简单吃了一点午餐肉和馕 过程中老烟让我们做好准备 指不定还得在这地方多待两天 我有些疑惑 这件不是说第二天就走吗 等点消息 老烟也没有具体解释 就这么淡淡的一句话 我呕了一声没再说话 只是暗暗琢磨 他下午出去到底做了什么 可等我们做好了准备 老烟第二天一早 又跑来招呼我们上路 搞得我们是莫名其妙的 陈连长周着眉头问 怎么不等消息了 老烟却说 夜里的时候消息已经传了过来 闻言我看了他一眼 昨天晚上我压根没睡着 根本就没听到他有过动静 消息是什么时候传来的 我正要问出声 老烟突然看了我一眼 眼里带着一丝深深的警告 不知道为什么 我顿时就怂了 硬生生把家傲道口的话 给咽了下去 老烟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我们 依旧往东方向走 一路上众人都没有什么交流 只有老烟偶尔下达一个指令 我们便开始埋头找线索 但在这茫茫沙漠 能找到的线索实在是有限 一连两天我们都是一无所获 也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让我有些不适应 我自嘲地笑了笑 人果然是奇怪的生物 遇到的时候怕得要死 没遇到的时候 又感觉浑身不对劲 长安 你小子过来一下 正在我原地休息并发呆的时候 老烟突然叫了我一声 此处我们正走在一处干涸的河床处 老烟想找点水源 所以让我们暂时休整一番 我原本想帮老烟的忙的 可是被陈连长瞪了一眼 如今老烟找上门来 陈连长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只让我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我点了点头 但也知道老烟既然找上我 肯定是有事情让我做 想要不动手可没那么容易 果然 老烟一看到我 便冲我招了招手 指着地上说 你来看看这东西 我凑过去一看 顿时脸色就变了 紧张地扭头看似中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呢 老烟脸色也不太好 说 别看了 我已经看了一圈了 我再次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 那不是什么物品 而是一道脚印 前后有四道 浅浅的 一看就是刚留下来的 可是这四处很空旷 如果有人的话 我们不可能看不到啊 可是 我们却什么都没看到 老烟脸色很不好 指着脚印说 这明显是人的脚印 可是 怎么会有人能在沙子上 留下这么浅的脚印呢 你看 这处的沙子 明显的很弱 我仔细地看了看脚印 只觉得毛骨悚然 这些东西 就像是人的脚印 这些东西 就像是人的脚印